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很喜歡到這裡來 特別是清晨 海浪一直來你會覺得好像在跟他講話 當初寫戀戀大演也是 摩著一起就到海邊來 然後在跟他對話的過程 好像就有旋律跑出來了 好像是這個地方 這個這麼古老的地方 告訴一個寫歌的人 你是可以留下一些證據的 南平這塊沙洲呢 我都叫他昆星 昆星就是魚的身體 希臘亞人把昆森這個地方叫做大王 漢人聽起來像大王 就變成台灣這個名字的由來 那如果要講安平的味道 我覺得 早上那種帶一點白青色 很像虱目魚肚 另外一種味道會出現在 下午五點以後 然後因為 老式的縣主幾乎都是紅磚 整個夕陽打下來的時候 整個春落會籠罩在一種 甘麻石 橘色的那種氣氛 很巧的是安平古堡的第一個名字 就是ORANGE 奧倫之城 曼夢的海面 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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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 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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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平人不覺得自己是台南人 因為以前跟台南赤坎這個地區 隔著一個台江內海 安平人只要離開安平 當然我來台南一座 你們不是在台南嗎 一菜長還有一個味噌湯 當然是有很多廟口 有個賣財種啊 鹽毛 這個算很清淡的 安平其實是個移民社會 最長的大概就是福建沿海來到台灣的人 安平人最重要的是 沿襲的這些人的海口香 我們講安平 但是安平人要講安平 在尾音揚上來 但是不會揚得很誇張 什麼名牙 蝦子 問一下 可以 妳們怎麼賣 這 只飽 請吃我 喔 不用 我們怎麼摸 摸一瓶 好吃 我看阿芳喔 好吃喔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來去喔 來吃 这个沙洲不大 邻居跟邻居真的叫比邻而居 都很窄 我小的时候 这条街我就常来 小巷很重要的是 家家户户都不关门 然后不关门 我们在玩捉迷场的时候 就随处都可以躲 所以捉迷场是我们号称 安平最可怕的一种游戏 到现在为止 安平的角头文化还非常明显 你当地的人 我讲的卫 我叫卫 同一个祭祀圈 那个庙就是个头 处理这件事 就角头自己处理完 那如果A角头跟B角头 有一个事情一直解决不了 就会到六个角头十个角头 共同祭拜的大角头庙 可能就到阿嬷做明头前 寡卫 来解决这样的事情 无日的潜似 改为伴日子 为的跳出来 算落落去 无地潜企 想买王冬 哪会的王宰 世人龙传不停 哪唱陷面 更贏 当地头穿 想买王冬 想买王冬 正成功从梅州请了三尊妈祖来 他就是安平的信仰的最大的中心 你没有他 你在海上是不安心的 像我阿嬷 每天经过就会进去拜 像我有一类事情 就会去问他 或者跟他打个招呼 有点像妈妈 无日的潜似 改为伴日子 以为的跳出来 算落落去 无地潜企 想买王冬 哪会的王宰 世人龙传不停 哪唱陷面 更贏 爱的当地头穿 想买王冬 安平孙前 金小姐 只要大家讲到安平 一定会联想到这首安平最想曲 那一开始就是因为安平最想曲里面有个金小姐 她的妈妈爱上一个荷兰穿衣 为什么叫金小姐 因为混血儿她的头发的发色有点蜜荒 通常去问安平人 安平人都比较不置可否 就是有没有金小姐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金小姐曾经是存在在安平是大家普遍的共识 而且那个共识有点扩大 就是安平有很多金小姐 当然现在混血儿的评价是高的 在那个时代是很压抑的 所以当我写金小姐这首歌的时候 我并不是在写这个故事 我是把金小姐抽出来 把它变成一个时代 讲那个时代的女人 你没有看你 你也没有用命 可以代表自己的恩 找没时间的港币 是谁人老的青春少年时 爱丫丸啊忤没穿 都变成无情的 海恩 荷兰人来大概是1620年 一直到日本人来 都是从安平把货物行销全台湾 如果安平港不淤积的话 安平应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也还好它淤积了 我们就保留了它大概原本的那种 比较甜禁的 甚至有点瘠目的样子 依依 依依 依依